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观望美联储议息以及今天会重开收市净价交易的一个交易时段 上周五的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的一个新高 即使慕尼黑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枪击案 但是美国上市的德国公司股价未受到影响 道指收市上涨了53点 暴载了18570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9点 暴载了2175点 纳指上涨0.5% 暴载了5100点 本周纳指上涨1.4% 道指上涨0.3% 标普500指数上涨0.6% 上次公司的业绩大多是好过市场的预期 微市场是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另外美联储为期两天的一个货币政策会议 将在7月的26号以及27号是召开 净款市场是不认为美联储会金次会加息 但是投资者将会在会议声明中是仔细的寻找下一次加息的一个线索 下次加息的时机可能会影响美元 美国国债以及股市 港交所今天将会重推俗称为U盘的收市净价交易时段 正式收市时间最多会延长10分钟 并且是加入了价格波幅限制 以及随机的收市两项的一个措施 在美国买卖的主要港股预托证券ADL的价格 是与本港上市收市比较是个别的一个发展 ADL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了21976点 较上周五恒指收市高了11点 恒指上周五收报在了21964点 下跌了36点 跌幅为0.2% 年升两周累计上涨了1400点或6.8% 多支蓝筹股将会在本周四会揭开中期的业绩序幕 包括有友邦 常见 电能以及恒农地产 交点板块方面 地产股近月是持续的一个强势 留意本周能否是继续的一个跑赢大势 交点股份方面 丰业教育是以3.9亿 购新加坡的学校物业 股价近期有一个反复创新高之后 上周五收市就下跌了1.7% 暴在了8.16元 中海油田市服务发饮景 预计今年上半年的股东应战的亏损达到84亿元人民币左右 其类受到固定资产以及商与减值的一个影响 其中既提的资产减值损失约为70亿元人民币 好 那么今天的大盘的走势又是怎么样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药材证券的 我们的中国区的业务部经理黄宁杰先生呢 为我们做出分析 Ron 您好 Hello 小蓝 您好 方先生好 好了 Ron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股方面了 那么A股上周五是再次的一个收跌了 在3000点的一个整点关口是面临一个考验的 那么G20的财长会议也是在昨天已经开始闭幕了 那么今早呢 沪深两次早盘呢 仍然是偏向一个弱势的 那么在这个3000点这样一个关口能否守得住呢 我觉得3000点那个关口暂时呢 并没有什么坏的消息能够破坏那个盈态的 所以呢 今天呢也守住在这个20 如果A股来看呢就是20天限以上呢 继续盘整 我觉得呢在那个位置继续盘整的话呢 对整个上升的可能性呢都还是有可能存在的 所以呢 我们投资界呢在那个位置可能要类型一点去等待一下了 但是来说呢跟之前的节目一样呢 也没什么太大的分析可以继续提供在这个方面 嗯 好了 那么关注完A股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港股方面的消息了 那么恒指上周五是低开之后呈现一个先低而后高的这样一个走势啊 那么并且是以将近全日的一个高位来到收市了 那么恒指呢所以说是三连扬了 那么今早开盘呢随时也是冲上了22000点这样一个水平啊 那么今天恒指呢能否是奇闻在2200点这样一个位置呢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刚才提过A股在3000点以上呢 是对投资界有一个投资信心的潜在啦 嗯 加上美股呢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也一直在这个高位做一个盘子 外回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呢 能够影响到投资界的气氛啦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港股呢应该会跟随A股呢 同一样再大概那个22000点那个左右那个水平呢 做一个整顾 然后呢到底能不能继续往上攀升的话呢 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说要大幅度的回调呢 暂时呢就看不到有些可能性的存在啦 所以大家呢就现在暂时应该要关注一下呢 有没有特罚的消息出来呢 影响大肆的走势啦 嗯 好的我们感谢大家这次的分析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主要南筹股的一个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2毛5 中国移动升1毛5 建设银行跌3分 共沙银行跌3分 中国银行跌2分 港交所跌1块2 中国人寿跌8分 邮邦保险跌3毛 腾讯政股升3毛 金沙中国升2毛5 长河升2毛 西红基地产升3毛 九龙仓升2毛5 中国海外跌2毛5 华岸之地跌2毛8 中海油跌4分 中石油跌8分 中石化跌4分 库仑能源跌3分 中国神华升4分 好 再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消息 美股三大指数连升4个星期 那么道琼斯的指数上周累计上涨了0.3%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4% 标普500指数也是上涨了将近0.7% 美股本周将会有多个的一个焦点 包括是周二期会有联储局一连两天的一个举行议会的议息结果 以及这个美国周五会公布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修订的数字 以及多家大型企业公布季度的一个业绩 当中会有苹果 Facebook 还有道富银行 亚马逊 爱克森美夫 以及雪佛龙等等 那么数据方面了 未来两天会公布的数据主要是以楼市为主 周二会公布5月的标普综合20大的 城市楼价指数以及上个月的新屋销售 周三会有上个月的建筑许可修订数据 以及二手楼的临时买卖合约销售数据 同日也会公布6月份的耐用品订单 然后公布周四会公布上周的新森领失业金人数 周五会公布的数据就有7月份的芝加哥采购经理指数 以及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终止等等 好了港交所今天会起会重突俗称为U盘的收市竞价的一个交易时段 正式收市时间最多会延长10分钟 并且是加入了价格波幅限制以及随机收市两项的一个措施 在中午的12点以及下午的4点原来收市时间之后 设有8到10分钟的竞价交易时段 期间输入的价格不能超过交易时段 最后一分钟按盘价中位数的上下5% 而12点的08分以及4点08分之后 将会进入随机收市时段 随时收市以及对盘 收市竞价时段首阶段包括会有恒生综合大型股 以及中型的股指指负成分股 同时在内地A股上市的H股 以及所有交易所买卖的基金ETF 共约有500支的股份 但是不设有股空 一连两天的G20的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表示了 国际金融危机的升层次的一个影响持续 全球贸易停滞不全 另外全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大 再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等多重的因素困扰金融市场 他表示虽然各国努力是应用宏观的工具 但是财政以及货币政策的效用正在减少 因为结构失衡收入不均等等 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是推动结构性的改革 加创加强一个创新能力 又指出G20的国家要加强沟通 加强改善税收的一个政策 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个复苏 中海油田服务就发公告指出 受到服务的价格以及工作量的一个下跌 固定资产和商业减值的一个影响 那么预计上半年的亏损约为84亿元人民币 其中既提的资产减值损失约为70亿元 而去年同期就有盈利超过了8.94亿元 公告就指出了上半年的国际油价 继续在低位一个运行 全球在石油勘探以及生产方面的支出 持续的一个下降 全球油田的服务行业持续的一个低迷 踏入了第二季以来 受到这个行业的一个影响 公司大型装备使用率 以及作业的价格进一步的一个下跌 公司预期油田的服务 市场将会更为缓慢的一个复苏 部分的固定资产以及商业 是有减值的一个迹象 好 今天的互感开始通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见